今天我们村来了一帮说免费送脸盆的 一开始就给了几个脸盆大妈 叫大妈去村里面双船 把村里面的老人妇女老伯伯都叫过来 说满了20人之后再会发一批脸盆 然后这回20人已经到了 他就拿个电视机出来 说超市新品做推广 今天只送不卖 但是要先跟董事长在电视机里面开个会 开完会之后就给大家送脸盆 这个大伯喂了个脸盆在这里 睡着了也不舍得走 董事长开完会了 就拿了几包泡脚药出来 其实就是放了个视频 然后就说这些泡脚药98块钱一包 但是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由于超市开业活动 如果打一折卖给大家 问大家愿不愿意 打一折就是10块钱嘛 他说不会卖的 只送 所以就问大家身上有没有10块钱 有10块钱的话 就把10块钱拿出来 他就免费送一包 很快就有大妈拿了10块钱出来 他真的就送了一包给那个红衣服的大妈 然后面绿绿数据的 就很多人拿10块钱出来了 他就每人发了一张卡 发了卡之后 就说手上有卡的 就可以领一包泡脚药 现在看到很多人手上都已经有那个泡脚药了 都领了一包泡脚药 10块钱也没收 就是这个泡脚药就是白送的 然后他又拿了三罐奶粉出来 我也没看清楚那个是什么奶粉来的 他就说问大家 这个奶粉的话是98块钱一瓶 问大家要送给你们还是卖给你们 要送给你们的就举手 很多人都举手了 当然是送给你们好了 对吧 然后他就说每人送两罐 他看我在那里转来转去 然后每次一靠近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讲话 我就说我是过来领这个脸盆的 因为他前面说送脸盆嘛 所以我就说来这里领个脸盆的 然后他就拿了两个脸盆给我 他就叫我回家 不用在这里等了 然后我就拿了脸盆 吃人手软 就是拿人嘴软什么的 我就回家了 不得不说这个脸盆的质量还是挺好的 然后我又到楼顶来看看 他们这个是怎么赚钱的 前面不是说了举手的都送两罐 然后就要看大家有没有诚意 身上有没有两百块钱的 有两百块钱的 愿意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他就给你送这两罐奶粉 然后就很多人拿了两百块钱出来给他看 看了之后 他就说你是有诚意的 但是这个奶粉是四罐一疗成 他只能送两罐 我就想不明白了 这个奶粉怎么还会有疗成的 因为中间有一段我没听到 不知道他是不是吹了那个奶粉 吃了之后又会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就让大家买两罐奶粉 然后再送两罐 刚好四罐就是一个疗成 然后很多大爷大妈就不乐意了 就说不要买的那两罐 不管他疗不疗成 先把那送的两罐给我吃了 我看看效果怎么样先 到最后没有一个人买都要求他送 然后那边人就不乐意了 他就说不卖了不卖了 就收东西走人了 然后最后脸盆也没有送给大家 不知道大家在村里 有没有碰到过这种类似的推销 不过建议大家要买什么东西 还是到正规的门店去买 会比较安全 200块钱四罐奶粉 听起来虽然是很便宜 但是不知道车下去 会不会对我们身体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到正规的门店去买 不要这种贪小便宜 以免上当 以免上是一般 虽然是一般 打往中共 谢谢观看